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近日印发 意见首次全面系统的梳理了新时代深化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本要求和政策措施 明确了义务教育质量提升的新时代要求 严禁以任何方式公布学生成绩和排名 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等作为招生依据等明确规定 为义务教育划出了红线 教育专家指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教育体系 着力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 意见指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 深化改革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加强品德修养教育 强化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法治意识的养成 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注重保护学生好奇心 想象力 求知欲 激发学习兴趣 提高学习能力 严格执行学生体质健康合格标准 健全国家监测制度 除体育免修学生外 未达体质健康合格标准的 不得发放毕业证书 实施学校美誉提升行动 严格落实音乐 美术 书法等课程 结合地方文化 设立艺术特色课程 优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结构 确保劳动教育课时不少于一半 课堂依然是教育改革的主阵地 意见指出 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融合运用传统与现代技术手段 重视情境教学 探索基于学科的课程综合化教学 开展研究型 项目化 合作式学习 推进教育加互联网发展 加快数字校园建设 免费为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学校 提供优质学习资源 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要深化关键领域改革 为提高教育质量创造条件 严禁用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 取代国家课程 严禁使用未经审定的教材 义务教育学校 不得引进境外课程 使用境外教材 严禁以各类考试 竞赛 培训成绩 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不得以面试 评测等名义 选拔学生 高中阶段学校实行 基于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成绩 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 招生录取模式 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 分配到初中政策 意见明确 尊重校长岗位特点 推行校长职集制 制定教师优待办法 保障教师享有健康体检 旅游 住房 落户等优待政策 教育专家称 义务教育学段 跨度长达九年 与每个家庭 每个孩子的命运 息息相关 事关亿万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 义务教育阶段 教育教学改革 刚领性文件出炉 将开创新时代 义务教育改革发展 新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